艾成大 大老師在樓下 剛好樓下正下方的隔壁間 喝得去吧 1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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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你樓底主要只有12還有 敲敲門的 我今天來學校自主訓練 ヽ ノ 可能上課 今天大概內容就是 就先做操碼 然後穿街球 然後再稍微做一些跑步 調整一下 我現在負原動畫差不多在八九層了 開刀幾乎第一年都是在做復健 直到今年的7月左右才開始做一些遠投 跟一些鋪骨盆的動作 揮棒落空 這是這場比賽的 陳維英投出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也是他在這場比賽所投出的第二十二K 陳維英和鄭啟鴻還有羅國輝同屆 在高三那一年代表高院出賽 擊敗了由江建銘所率領的強述中學 拿下九十一學年度高中棒球聯賽的冠軍 更在對上滑心的比賽當中 締造了九局二十二K完封的紀錄 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打破 而這位年輕左偷十八歲就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 這個球打擊出去是一個游擊後方的飛球 陳永基把這個球給揭殺出局 國立體院在決定冠軍的第三場比賽當中 在陳維英玩風九局的帶領之下 升上民口體院之後 陳維英表現依然亮眼 這位一年級的菜鳥馬上就帶領球隊 拿下成軍六年來首座的大專杯冠軍 當然更不用提早早就虎視眈眈的每日球探了 2004年初陳維英受到日本職棒高規格的待遇 加入了中日龍隊就也開啟了他的旅日生涯 你只要一出國你要去融入他們的文化 然後求工什麼的 就要去融入就很難 就會去考慮到說出國會面臨到這麼多的問題 後來之後自己想說 啊算了反正考慮那麼多 只是想太多了啦 你這樣出去之後你還想那麼多 去那邊你一定不適應啊 反正就放開就能去就去啊 然後不能去的話就台灣台灣打球我覺得也不錯啊 那能出去能出去的話算是我自己最大的夢想 能出國打球當然是最好 球速有偽進變化球又刁鑽 打者跟陳維英的對決總是戰下風 到了日本四個月之後 陳維英拿下了在二軍的首勝 更正式接到球團的通知 調勝一軍 剛開始下去我就一個人 他翻譯沒了我就一個人 然後一個人完全聽不懂 然後跑步什麼 他們講說你要跑什麼 然後今天要比競舞的比競舞 然後跑步的跑步 然後坐下比競舞的做 我就不懂啊 我分配到那一組我就跑到另外一組在做 沒有這樣子啊 就亂跑啊 跑到最後覺得好怪啊 然後那個就是 等於是一個人寢避才會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溝通 那時候算最小 因為我那時候投手裡面算最小 就比較小啊 你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去做 然後去做 然後搬水啊 或是拿爬子 那個真實上的東西 你要拿出去啊 然後 第一年第二年 那怎麼都沒有新人進來這樣子 還是一直做一直做 到第三年的時候 終於有人進來 然後我就 我就不管了 我全部事情都丟給他做 當時未滿19歲的陳偉英 成了在日本職棒一軍出賽 最年輕的台灣選手 然而個性活潑的他 很快的就融入了日本的生活 有 我有胸眉毛 我有胸眉毛 我現在 你看我沒有 就是 你看我現在眉毛 我現在比較 就是 怎麼樣 我已經很粗 真的 很算粗 真的 你去看那個 你可以去 釣以前的那個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高中的照片 那個影片出來 你看 真的有差 我去到日本之後 他們就覺得說 你眼睛怎麼那麼粗 你眼睛怎麼那麼粗 就很粗啊 然後他們說 你怎麼不去秀一下 以前去到 就覺得日本好像是那個很野獸 可是你去到那邊之後 你會覺得 跟你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可是去那邊就是 那個就是 無聊的話 就對人房間亂鬧 然後進去 然後進去 打開門 就有人在裡面 然後就哈啦一下 然後出門的時候就把他 那個 電啊 就有一個 就跟那個什麼 那個 飯店一樣啊 有一個卡張擦散 然後 他就無聊出來 一直把他拔掉 就說 他們就 就出來就狂話 你在幹嘛 還把電放進去 他就這樣子啊 中華奧運棒球代表隊 24人名單 正式出爐 在投手的部分 共11名 包含了日前確定的 曹錦輝 王建民 張志佳外 還有旅日的陳偉英 04年可以說是陳偉英 豐收的一年 經過了日本職棒 以及雅典奧運的洗禮 隔年他也帶著 滿滿的鬥志 回到了日本進行春訓 在對上巨人隊的 熱身賽當中 主投三局 除了投球內容 令人激賞之外 更標出了148公里的 個人最快球速 連日本媒體也形容 這三局是完美的投球 而這一頭 也把陳偉英 帶進了開幕一軍的行列 我算是疲勞性 有幾個 然後再加上 我的夢帶就是 怎麼講 就有點鬆笑的那種感覺 要開刀的時候 又覺得說 整個會這樣子 開完刀之後 我投球 感覺到就變成了 還有一盒奔做得不完 這盒奔做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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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盒奔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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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這盒奔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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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